故事 68岁阿姨倾诉 人老了 子女出现这三种情况 比不孝还可怕 杨将曾说过 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报 是养出感恩的孩子 作家毕书敏在孝心无价里写道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道理谁都懂 亲情谁都知道珍贵 然而 生活里却有很多年轻人 不是不孝顺父母 而是他们的生活 也确实是无能为力 尤其是出现这几种情况的时候 比不孝还让父母难过 社区里68岁的秦阿姨说 人老了 单身一个人的时候 期盼着子女能够对自己多一点孝心 能够把自己接回家养老送中 然而 现实生活却是 子女出现这三种情况 比不孝还让老人觉得可怕 青苏人 68岁的秦阿姨 我是秦阿姨 今年68岁了 单身老人 老伴走了十年了 如今我和孙子居住在一起 15岁的孙子明年中考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 考一般的高中 还是读职业高中 一切随缘吧 本来以为自己是独生儿子 将来能够享受到养儿防老 谁知 老伴走了 儿子也越来越依靠不上了 还要养着儿子离婚后 没有人管的孙子 看不到晚年的生活 只能活一天 算一天吧 都说 子女的啃老让 老人难过 子女的不孝让老人痛苦 然而 我家儿子的这三种情况 我认为 比不孝更可怕 子女的身体 比自己还差我儿子 今年43岁了 她的身体还不如我 最起码 我还没有三高症状 她是一项不少 儿子的血压最高的时候 能够高达200 血糖空腹的时候 超过了10 血脂就更别说了 总是督促她要加强身体运动 怎奈她离我远 也听不得我的唠叨 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 让我这个独孤老人 也望尘莫及 只能哀声叹息 期盼孙子的未来 能够比儿子强 儿子小时候 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不仅读书好 模样也俊秀 在我们院区里 有不少女孩子喜欢她 谁知 参加工作结婚后 她却越来越颓废 不仅没有上进心 还学会了喝酒抽烟 本来很是不错的工作 愣是越来越不珍惜 糟蹋了自己的身体 也没有能够保住婚姻 一朝离婚 她居然破罐子破摔 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胖得跟弥勒佛一样的大肚子 让我每次看见了都难受 二 子女成家了却 总是跟自己要钱老伴走后 儿子曾跟我要过家里的存款 他说 我老伴的遗产 他有权利继承一半 这让我非常生气 也非常难过 我还活着 儿子就跟我要分仪式老伴的财产来 真的太可怕了 儿子看到我是真的生气了 就没有再提这个事情 但总是隔三差五地跟我要钱 当时她已经参加工作 也结婚成家了 却总是跟我要钱 不仅啃老 还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时候 给得不及时 儿子回来就会跟我吼一顿 甚至在家里骂骂咧咧的 这让我感觉非常的可怕 害怕儿子跟电视里那个不孝子一样 当街殴打自己的老母亲 就因为老母没钱给他 幸好孙子比较懂事 有时候我儿子说话难听了 孙子还能够站出来 说自己的父亲 人要脸树要皮 儿子每次被孙子说了以后 会安生一段时间 也会自食其力地过一段生活 然而 每每想到儿子那样的言语和眼光时 我的内心还是很恐惧的 害怕儿子最终为了钱 啥都能够做出来 这比不孝顺还让我感觉后怕 三 子女离婚后 把孙被人丢给自己这么多年 最让我感觉儿子不孝的是 她和儿媳离婚后 谁也不管几岁的孙子 是我一直照顾着小孙子的生活 以及给孙子出上学的费用 我一个月才有多少钱的退休工资 为了让孙子的生活跟其他小朋友一样 我最初的时候还在社区里给别人做终点工 只为多挣些钱养孙子 现在我虽然不做终点工了 但我经常大早晨三四点钟就出来减废品 然后收拾好了 用三轮车推出去卖了 每天也能够挣十来块钱 就因为这个 我还经常被儿子训斥 她说我给她丢人了 还说我这个堂堂的工会主席 老了居然也学会了巴拉拉机桶 减食破烂了 太丢人了 可谁能够理解我的心呢 我不去减食这些 每天的饭菜钱哪里来 孙子的学费和读书费用 儿子不出 前儿媳更不管 我这个做奶奶的再不管 孙子不也跟儿子一样 就废了吗 父母爱子女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 而子女对父母 是有选择的回馈 人到晚年 最怕的不是自己的身体 每况愈下 而是子女的种种不孝 啃老就算了 还身体不如老人好 最可恨的是 离婚后 把子女丢给老人养 自己却逍遥自在地享受生活 晚年的生活不幸 来自我们对晚年的未雨绸缪 遇到了这样的子女 再多的计划 也会被击碎 唯有当初的教育 才是我们晚年享受生活的根本 周阿姨儿子 如今的生活 谁知过呢 是周阿姨当初没有教好儿子吗 还是儿子自身的自私和无耻呢 谁也说不好 只能说这是一个人的宿命 遇到像周阿姨儿子这样的孩子 我们老人要学会自私点 不要都为他们付出了 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积蓄 给自己留一点宝障 不要再妄想着养儿防老了 要多思考自己的晚年 该去哪里的好 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 改变不了 只能顺从好了 七零岁大爷 亲人都不在了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才明年晚年应该如何 小区里的赵大爷 今年七十岁左右 赵大爷的父母和老伴已经去世 他没有兄弟姐妹 膝下无儿无女 自己一个人生活 公婆说 他们不敢想象 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亲人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一想到有一天 他们去世了 都没有人知道 心里就觉得难过 公婆很同情赵大爷 不过赵大爷却没这么悲观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 活成了公婆羡慕的样子 赵大爷的父母都是 本分老实的农民 一辈子面朝黄土被朝天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将赵大爷培养成才 将来走出那片土地 赵大爷也很争气 从小到大读书成绩 都名列前茅 后来还当了老师 端上了铁饭碗 赵大爷工作稳定后 父母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他早点成家 让他们抱孙子 赵大爷的母亲 为赵大爷安排了一门亲事 女方是一名医生 长得浓眉大眼 很是水灵 赵大爷和对方见面后 觉得彼此和演员 就恋爱了 赵大爷的父母 比赵大爷还满意这门婚事 儿媳是医生 以后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 身体不舒服 就不用总往医院跑了 如果他们抱了孙子 赵大爷就是老师 他们虽然不识字 可是赵大爷可以管教孩子的学习 教孩子做人啊 在赵大爷和儿媳的管教下 他们相信孙子或孙女 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才 在双方家长的促成下 赵大爷和妻子刘女士再婚了 婚后 夫妻俩按部就班地上班 赵大爷的父母想早点抱孙子 不过刘女士希望先在城里买房 给孩子落个城里户口 所以迟迟不肯生孩子 赵大爷知道刘女士的想法 他不想让刘女士为难 所以父母催生时 他就告诉父母 他还年轻 自己还照顾不好自己 怎么照顾孩子 等他成熟一些 再要孩子也不迟 赵大爷的母亲不满地说 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给你逮捕就行了 你和小刘想去哪去呢 我不管也不问 我只要抱孙子就行 赵大爷却说 妈 你和爸爸大字不识一个 怎么教育孩子啊 我和小刘都是读书人 自然希望孩子将来 比我们有更高的成就 你就别催了 再催我和小刘就算休息 也不回老家看望你们了 赵大爷的母亲 想念儿子 自然不想让儿子不回来 只好善善地闭了嘴 赵大爷和刘女士打拼几年后 在城里买了房子 终于准备要孩子了 可是两人努力了大半年 刘女士始终怀不上 赵大爷陪刘女士去医院检查 才知道她疏卵管阻塞 不容易怀孕 这可把赵大爷的母亲急坏了 她只有赵大爷这一个儿子 好不容易把赵大爷培养成才 催着她成家 就是希望早点抱上孙子 只要儿媳同一生 两个三个她也能带 可如今儿媳却不能生育 她不好指责儿媳 可是脸上的不快 还是掩饰不住 尤其是看到和她同龄的老人 当了爷爷奶奶 心里更不是滋味 赵大爷劝刘女士 不要气馁 医生只是说她不容易怀孕 没说她不能生 说不定她慢慢调理身体 会如愿怀孕呢 那两年里 刘女士为了怀上孩子 想了很多办法 后来好不容易怀上了 赵大爷还没高兴几天 孩子就停胎了 刘女士觉得对不起赵大爷 便提出离婚 希望她另娶他人 可赵大爷放不下这段感情 刘女士和她有太多共同话题 她包容她 体谅她 这些年 她早就在心里发誓 一辈子只娶刘女士一个妻子了 如今只是因为刘女士不能生育 就和她离婚 她做不到 她害怕离婚后 小刘被人指指点点 也害怕没有小刘 她以后的日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赵大爷的母亲 希望赵大爷离婚 但赵大爷坚决不肯离 为了刘女士 她甚至不接母亲的电话 三年不回老家过年 父母见她逐意坚定 这才不得已接纳刘女士 继续做她们的儿媳妇 虽然她们允许刘女士回老家过年 但对刘女士没什么好脸色 刘女士不想照大爷为难 就装作不在意 后来 照大爷的母亲生病住院 刘女士陪床 亲自伺候她 给她端食端尿 病房里的人都夸照大爷的母亲 有福气 刘女士虽然是儿媳妇 却比女儿还孝顺 照大爷的母亲知道 刘女士照顾她不容易 心里感动 婆媳关系终于变得融洽许多 后来 照大爷的父母 上了年纪后 身体不适 都是刘女士陪着她们做检查 嘱咐她们吃药 关心她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赵大爷的父母去世前 最遗憾的还是赵大爷 没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不是非要抱孙子 只是担心赵大爷老了以后 膝下无儿无女 没人尽孝 赵大爷五十岁那年 刘女士得癌症去世了 刘女士嘱咐赵大爷 她去世后 赵大爷一定要再婚 她担心没人照顾赵大爷 赵大爷一个人太孤独 如果对方有孩子 就更好了 赵大爷老了以后 有人为她养老送终 赵大爷为了让刘女士 走得安稳 便答应了 可是刘女士去世后 赵大爷并没有再婚 她花了很长时间 才走出刘女士去世的悲伤 赵大爷一个人生活时 买了需要书 他觉得孤独时就看书 那几年 看书疗愈了他 偶尔 他也会一个人去旅游 看看外面的世界 赵大爷退休后 有退休金 也有房子 身边的朋友 劝赵大爷再婚 以他的条件 找一个能照顾他的老伴 不算难事 但赵大爷觉得 他一个人生活也很好 赵大爷的房子在市中心 当时为了他和妻子上班 方便才买的 他退休后就把房子卖了 在郊区的一楼 买了一套房子 一楼有院子 可以种些花花草草 因此 我们也和赵大爷成了邻居 赵大爷闲暇时学二胡 学笛子 小区里有些退休后的老人 组了一个合唱团 赵大爷不仅会唱歌 还会乐器 那些人自然欢迎他加入 赵大爷融入合唱团后 就学五线谱 学弹钢琴 合唱团里的歌需要改动 都是赵大爷负责 赵大爷心地善良 小区里谁家遇到点事 只要喊赵大爷帮忙 赵大爷从来不会拒绝 我们辅导孩子作业时遇到困难 赵大爷也会帮忙解答 赵大爷有几个关系很好的老年朋友 过年时 家家户户都很热闹 这些朋友担心赵大爷一个人在家无聊 经常一起吃饭 喝茶 所以过年时 赵大爷家里比平时还热闹 那些和赵大爷同龄的老人 深知一个人生活的不易 家里若是蒸了馒头 腌了咸菜 都会给赵大爷送去 我想 在赵大爷眼里 他们都是他的家人吧 不过人上了年纪 身体总有不能动的那天 有人问赵大爷 他要是真的到了那天 身边没人照顾怎么办 赵大爷说 他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通过其他朋友 认识了那些和他一样 一个人生活的老年人 他们已经决定 以后抱团取暖 一起养老 他有退休金和养老金 不担心钱的问题 如果他不能动了 就让朋友送他去养老院 如果身体还不错 就和朋友搭伙养老 他现在坚持早起锻炼 就是希望有个好身体 多享受几年安逸自由的生活 他已经写好了遗嘱 若他去世后手里有余钱 就把钱都捐给偏远山区的孩子 他火化后 朋友会把他的骨灰洒向大海 对他而言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 而是珍惜现在 过好生命的每一天 活一天转一天 他要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 如果这个世界上 亲人都没有了 一个人生活却实会孤独 没有依靠 但生活是自己过给自己看的 只要调整心态 一个人也能很好的生活 赵大爷就是一个人生活 他不仅没觉得孤独 反而觉得现在的生活充实 又有意义 赵大爷的经历也告诉我们 如果身边没有亲人了 做到这三点 晚年生活更幸福 第一点 手里有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手里有钱 就能保障自己的生活 衣食无忧 不用依靠他人 钱是生活的基础 没钱如何生活呢 如果没有退休金 就应该存钱 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点 锻炼身体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身体不好 吃喝不能自理 就算有钱 又能如何呢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做自己喜欢的事 第三 拥有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是独居快乐的基石 心安则深安 如果心态不好 整天郁郁寡欢 就无法过得快乐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调整心态 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人生 做让自己快乐 或有意义的事 生活自然充满阳光 一个人好的生活状态 莫过于内心风盈 田净淡然 我退休金八千九 最愁过年回娘家 一天就能成为月光族 还会得罪人 我叫李玉香 今年五十八岁 我的老家在农村 我家里有姐弟三个 我是大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妹妹 我的父母 虽然大字不识一个 但是他们知道 读书能改变命运 就节衣缩食地 供我们姐弟三个读书 我从小就很懂事 又特别爱学习 我知道我得努力学习 考上学才能对住 父母的血汗钱 中考时 我的成绩优秀 被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我考上了中专 我的父母非常激动 而又高兴 我记得父亲去买了 两串长长的红色鞭炮 挂在我家的大鱼树上 霹里啪啦响了半天 我父亲又去赶集 买来几十斤猪肉 做了几大桌流水席 请亲朋好友来祝贺一番 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个 烤上中专的女孩子 当时村里的人都非常羡慕 佩服 那时候 烤上中专就等于 跳出了农门 成了脱产干部 再也不用面朝黄土 被朝天下地干活了 我的父母脸上整天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给他们争光了 以前那些笑话 我们家里穷的人 见了我父母大老远 就打招呼 师范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 山村小学教书 在这里我辛辛苦苦 工作了一辈子 我的丈夫和我也是 一个学校的 我们是同事 在那一个偏僻的乡镇小学 我们就住在学校 那两间平房里 平时也省吃俭用 因为我们双方父母 都在农村 每月我都要给他们零花钱 我们的儿子很争气 读的是一所211大学 毕业后 在大城市成家立业了 我比较幸运 退休前两年的时候 我进上了富高职称 工资涨了不少 退休后 已经能发到8900块钱了 听起来8900块钱 确实不少 可是儿子在大城市安家了 他们还有房贷 生活压力比较大 我能帮就帮 他们一点 前几年 我又经历了父亲生病 去世做手术 加上出院后 给他买各种药物 也花了不少钱 我没让弟弟妹妹拿钱 他们在农村挣钱不容易 现在老家里只有母亲了 我给母亲吃好的用好的 给母亲花钱从来不心疼 弟弟妹妹家的日子过得 也不太宽裕 他们在农村里一个月打工 也就是挣三四千块钱 有时候 我还需要接济他们一下 母亲是一个爱体面的的人 以前我们老家住的房子 是普通的草房 可是母亲看到邻居家们 都建起了前出煞的大房子之后 她就心动了 她和我商量 想把房子翻盖了 开始的时候 我不想同意 因为毕竟母亲年龄那么大了 盖房子不是小事情 操心受累不说 现在在农村里盖四间房子 也得花十万块钱左右 这也不是小数目 可是母亲翻盖房子的愿望 非常迫切 她说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姐弟三个都聚在母亲这里 老房子太小了 根本坐不开 想想也是 我就答应了 家里花钱的事这么多 说实话手里真没攒下多少钱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 我两年都不会买一件新衣服 其实我也不眼馋那些了 人上去年纪了 就觉得吃穿无所谓 身体健康就行了 再说家里花钱的事多着呢 轮不到我给自己花钱 说实话 我最愁过年 我们是大家族 我父亲兄弟姊妹八个 我有五个叔叔 两个姑姑 我母亲那边有三个舅舅 两个姨 每到过年 我都要把所有的亲戚走个遍 除了买礼物 还得送给他们几百块钱的红包 对我来说 过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每到年前串门这一天 我一个月的工资 有的时候都还不够花的 一天瞬间秒变月光足 由于家人 亲戚众多 每个人的性格脾气又不一样 一人难称 百人心 我花钱去拜访他们 有时还会得罪他们 想想去年的那一幕 我就非常闹心 去年腊月二十六 那天我回了娘家送年 我提前去批发市场 买来了烟酒 糖茶等礼物 又给每家包上了 二百块钱的红包 另外 我又单独给母亲 准备了过年礼物 一盒海参 两箱好点心 还有猪肉和羊肉 另外 还有一千块钱的红包 回到家里以后 母亲看了看我带的礼物 把准备送给每家的东西 都分好了 母亲问我 打算给他们多少钱 我说给二百吧 母亲说可以 咱家亲戚太多了 一家二百花钱也不少 再说还有礼品 我告诉母亲我婆婆生病了 我们给出了两万块钱的住院费 手里一下子就紧张了 以前每家给四样礼品 给四百或者五百块钱的红包 今年只能减少了 母亲说过日子就这样 老老少少的 到处里都是花钱的事 尤其是到了年关 真了不低 我们先去了我母亲那边的亲戚家 挨门拜访 当然亲戚们也没有白要我的礼物 大舅家给我装上了一袋子花生 二姨家给我拿上来一袋子馒头 还有闸货 二舅甚至还把冰箱里冻的支了猴送给了我 那是夏天他去树林里摸的 拜访完了母亲这边的亲戚 我已经很疲惫了 我毕竟年纪也不小了 体力不支 下午的时候我们开始给叔叔姑姑家送礼 我最先去的是我大姑家 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姑一直生病住院 刚刚回来 他心脏不好 我一听大姑生病住院过 连忙抱歉地说大姑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你生病 我应该去医院看你的 大姑说哪有那么多繁琐的礼节呀 我身体不好 经常住院 还得经常连累 你们去看我吗 大姑对我非常亲热 拉着我的手问问孩子的工作情况 还问候我公婆 特意嘱咐我说 不能只想着咱们这边的亲戚 你公婆那边也要照顾好 大姑还嘱咐我好好注意身体 说我也快是老年人了 也不可能光想着照顾这个照顾那个 给别人花钱 也给对自己好一点 大姑的话让我听得心里暖暖的 拉着大姑的手 我都不愿意松开 每年我最愿意来大姑家 因为大姑通情达理 特别能体谅人 我一看大姑这种情形 身体不好 二百块钱是拿不出手了 我给大姑留下了一千块钱 让她买点东西滋补身体 我大姑说什么也不肯要 我硬给塞到了她的枕头底下 出了门 丈夫说大姑这样的老人 确实值得尊重 不宜老卖老 体谅晚辈 替别人这想想 她开玩笑说你这个人 就是冲动型性格 大姑几句好话 你就掏出了一千块钱 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通情达理的长辈 给大姑一千块钱一点不心疼 再说她身体不好 那是应该的 我特别愿意和大姑这样的亲戚来往 虽然我花了钱 但是我愿意 大姑让我感到了浓浓的亲情 这才是真正的亲戚 回家之后 我没告诉母亲 说给了大姑一千块钱 我怕她生气 因为我给舅舅姨们都是二百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去了三叔家的时候 三婶正在家里争过年的馒头 我们给三婶送了一箱酒 一箱水果 把二百块钱的红包 放在了酒箱子上面 三婶看了一下我拿的礼物 她发现只有酒和水果 比往年少了两样 就不冷不热地说快过年了 麻烦你来干嘛 我们家也不缺吃不缺穿的 我说 今年钱少 我婆婆生病住院 花了不少钱 每家就给两样礼品 给二百块钱的红包 表达一点心意吧 三婶一听 我竟然只给二百块钱的红包 当时就不高兴了 说 昨天我外甥来看我 给了我六百块钱的红包 还拿了四样东西呢 你们这些拿退休金的人 我看着做事 还不如一个农村人大方 三婶说的我心里一片冰凉 我拿的礼物的确不多 可是我要走那么多份亲戚 我哪有那么多钱花呀 我三叔一看 指责三婶 你看你说了些什么呀 侄女来看我们就怪好了 每年过年 都要走那么多亲戚 孩子哪有那么多钱花 咱们在农村过日子 都知道柴米油盐 都得花钱 她在城里住 处处更得花钱 我感激得朝三叔笑笑 说是的是的 花钱的事确实不少 这点东西确实不多 略表心意吧 从三叔家出来以后 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丈夫还安慰我说 不要和三婶一般见识 爱说两句就说两句吧 回到了家里 母亲问我你拿着这些东西 去你三叔家 你三婶怎么说的呀 母亲也知道三婶不是一个省市的人 我把三婶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母亲 母亲说 你看你看 以后你三婶肯定会到处说 咱们不好 先咱们小气 让人家笑话 咱们 母亲说 人就这样 以前你给他们东西多 今年给的少了 就不高兴 我对母亲说 三婶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才不管呢 母亲心疼我花钱那么多 她嘱咐我 好好疼 自己 回家好好吃饭 她知道 女儿也是年龄不小了 回城的路上 我和丈夫合计了一下 今天这一趟回娘家 我八千九百块钱的退休金花了个金光 甚至还有点超出了 丈夫那边的亲戚少一点 但是 我们也花了三四千块钱 把亲戚走了个遍 回娘家走亲戚 花了这么多钱 我也很心疼 过年的时候 儿子由于假期还要值班 就没有回来过年 中午 我们回婆家吃的饭 我连一只鸡都没有买 简单炒了四个菜 和丈夫吃了年夜饭 大年初二的时候 是走娘家的日子 一大早我收拾了一下 就从县城往村里赶去 年前的时候 我就去银行换了一部分现金 都是崭新的 我打算发给侄子 侄女们压岁钱 我准备压岁钱的时候 丈夫说 爱 过个年真是难哪 你的退休金 回娘家一天就花尽了 现在 又得回去给他们送压岁钱 我一点也不埋怨 丈夫这样说 我也觉得压力很大 回到了娘家 我的侄子侄女们 都大呼小叫地 给我拜年 要压岁钱 倒是非常热闹 我又每人给了二百 中午吃完饭 太阳很好 暖暖地照着 吃完饭 我们就去街上转转 回娘家时 我喜欢和婶子大娘 说话聊天 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 有一个大十年 虽然大家现在都去磨面房磨面 但是这台大十年一直还使用 大家推碾压一点豆末 压一点玉米面 平时附近的邻居 都喜欢在十年周围聚着玩玩 拉拉瓜 下盘棋 正好有一大堆玉米接杆堆在那里 上去年纪的人 就坐在玉米接前那堆茅草上 在那里晒太阳 我们过去的时候 几个婶子大娘 都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说出二来走娘家呀 这时我一个二奶奶 悄悄地对我妈说 刚才三婶在 也在这里完了 别人问亲戚们 都来送礼物了吗 三婶说都来了 而且三婶还特意说 我这个当侄女的 竟然只给她送了一箱酒 一箱水果 还有二百块钱 嫌我坐式抠门 果然不出母亲所料 三婶背后说我们小气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没想到我花钱给她送礼 还把她得罪了 我对母亲说 到明年我不想这样送礼了 花了我那么多钱 我还不落好 三婶竟然还到处说我 三婶的表现让我非常伤心 母亲也说 以后就不要花那么多钱来 挨家挨户去送礼了 现在农村里 也都有吃有喝的了 手里也不缺那三百二百的 但是母亲又担心 如果春节前 不去亲戚家走动拜访 他们会怪罪我家 说我们礼数不到 对不住人 我安慰母亲 明年再说吧 先不用考虑那么多 今年又到年关了 丈夫和我商量 今年怎么送礼的问题 其实我早已经想好了 今年我不再挨家挨户 去送礼了 我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我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买那么多东西 我去串十几户亲戚 太累了 再说花钱太多了 我做好了打算 正月初六那天 我在饭店里订几桌酒席 让我母亲那边的所有亲戚 和我的叔叔姑姑们 去饭店里吃饭 大家坐在一起相互聊聊 句一句 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丈夫一听 说这个主意不错 正好过完年 大家都还有闲空 请他们吃顿饭 太好了 就这样 今年我不打算去送礼物了 我只给母亲准备礼物就行了 那天和一个老同事聊起来 他也说害怕过年 自己的父母家和公公婆婆那边 都有很多亲戚 每年他也是挨家挨户去拜访 花钱不少 还特别疲惫 看来不止我一个 好多人都觉得过年串门是沉重的负担 当他听说 我要请亲戚和家人到初六的时候聚会 他非常赞同 说这个办法太好了 把家人都聚在一起 既增加了亲情 又彰显了整个大家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比挨家挨户送礼要体面多了 再说 农村里现在条件好了 人家也不缺咱那点东西 这样 咱们也减轻负担了 同事说他也这样办 以后 我打算每年正月初六 这天 请亲戚们吃饭 当然 如果遇到哪一个亲戚 有特殊困难的时候 我也会帮他们一把 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他七十二岁 和老伴退休金六千二百 儿媳要五千还贷 他拒绝后 说不给养老 赵兰七十二岁 老伴杨军七十岁 他们俩退休金加起来六千二百 赵兰有两个孩子 儿子詹丰已经五十岁了 女儿战营四十五岁 老两口身体还好 一直自己住 每天去公园舞剑 回家做饭 偶尔叫儿子 女儿来家里聚聚 这天赵兰有些头疼 头晕 很不舒服 他不想做饭 老伴让他赶紧躺床上休息 杨军一个人在厨房炖汤 想让老赵一会儿多喝点汤 年轻时 他是不会做饭的 退休前 也都是赵兰做 可后来慢慢的 赵兰有时不舒服 他也知道 他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了 如今杨军和赵兰 都是一起做饭 多半时间还是他长厨 老赵辛苦了一辈子 他也要好好照顾他了 晚上两人吃的都不多 杨军炖了一个山药排骨汤 炒了一盘番茄炒蛋 再下一个白水面 吃饭的时候 赵兰感觉舒服了很多 他拌了面 喝着汤 笑着说 老杨 你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怪不得盈盈有空就往家里跑 我看再这么吃下去 我都要减肥了 老杨 哈哈 那当然 哎 如果我在年轻几岁 就去开个小饭馆 我当老板 你当老板娘 老杨又说 老赵 明天我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我们这个岁数了 有小毛病就要平时多注意 老赵点了点头 说 好啊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小病救治 大病看命吧 第二天早上 两人吃了早饭 去医院体检 等体检结果出来 两人心情不错 到这岁数了 没有什么是比有个好身体 更重要的 现在人都明白 年轻时怎么都好过 可人老了 才发现活得越久越难了 晚上赵兰做了老杨爱吃的面片汤 里面放了豆腐 香菇 牛肉碎和青菜 人老了 一般晚上不能吃的太多 也不能吃的太好 不然他们已经老化了的肠胃 负担不起啊 老赵觉得 人这一辈子 真是无奈 年轻时能吃 可是很多东西 没钱吃不起 老了有钱吃了 有空完了 可是没有那个精力了 他们正在吃饭 瞻风和儿媳周周来了 老赵笑着说 我做的面片汤 你们要不要来一碗 周周笑着说 爸 妈 不用了 我们等下回去吃 家里还有一挥他们两口子呢 老赵点了点头 说 哦 那好吧 你们先坐一会儿 吃完饭 老杨去洗碗 老赵拿水果 周周看着一颗颗晶莹 硕大的水晶葡萄说 妈 你们这日子过得太好了 这葡萄一斤都要十六呢 老赵看了看他 说 哦 这是盈盈送来的 还有一些苹果 周周 哎 盈盈就是好福气啊 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老公挣钱多 自己又是公务员 老赵笑了笑 没有说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 羡慕极度都是没用的 周周都到这个岁数了 还没活明白 他能说什么呢 周周笑着说 爸 妈 今天我们来啊 是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们 哈哈 你们就要有虫孙子了 瑞瑞怀孕了 老赵 呵呵 那不错呀 你们也要当爷爷 奶奶了 日子过得真快呀 他们结婚 也才两年呢 周周 嗯 是啊 说着说着 周周脸上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老赵和老杨对视了一眼 心里说着 肯定有事啊 不过两人都没有接话 杨湛峰坐在一边 吃着葡萄 看着电视 好像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周周很愤怒 他觉得婆婆太不识趣 明明看见他很难过了 怎么还不知道问呢 而他老公的做法 更是让他生气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太苦了 怎么就嫁了这么个没用的男人 周周又是伤心 又是愤怒 哭着说 妈 求你们帮帮一挥吧 瑞瑞要打掉孩子 这日子没办法过了 赵兰昼梅说 他也二十六岁了吧 趁年轻生孩子 身体恢复得快 怎么要打掉呢 周周 哎 还不是我和他爸没用 瑞瑞怀孕 就没办法上班 一挥一个人的工资 还不够还房贷 两口子也是没办法呀 赵兰 其实他们买房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点吧 非要买最好的小区 非要一次性买三十两厅的大房子 那房贷可不就多了 周周 哎呀 妈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我们可要帮帮他们呢 赵兰看着他 说 哦 瑞瑞生孩子的时候 你可以帮着带 战风工作 不是挺好的吗 周周 妈 你这是故意装傻呢 战风一个月才八千多工资 我和瑞瑞照顾孩子 没工资 一挥的工资 还房贷 家里还有二十多万借款 你说说这日子可怎么过 他看老赵不接话 继续说 妈 你和爸一个月六千多退休金 可你们俩一个月用不了一千 还不如给一挥他们俩资助五千 让瑞瑞把孩子生下来 老赵现在是明白 他们干什么来了 可是 他听着真是心寒啊 他和老杨 都七十多岁了 还要他们去资助孙子 这是不是 有点过了呢 赵兰昼梅说 战风 周周 我和你爸这个岁数了 花钱的地方 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不要 你们给养老钱 你们就该高兴了 怎么还惦记我们这点钱呢 周周 妈 一会他们俩还年轻 真是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 你们可是他们的爷爷和奶奶 你们有能力 怎么就不能帮一把了 老赵不说话 他真的不高兴了 他这一辈子 两人辛苦养大两个孩子 让他们上大学 两人成家立业 他觉得他们已经尽到了 为人父母的责任 周周 妈 求你和爸就帮帮他们吧 你们每个月六千多 给他们五千 还剩一千多 足够你们生活了 对了 爸妈 我们这次来 还有个事想和你商量 你们手里 不是还有二十万 先借给我们用用吧 我和他爸先把借款还了 赵兰笑着说 呵呵 我们手里有多少钱 你们算得可真清楚啊 是不是天天盼着我们怎么还不死 你们好继承我们这点财产啊 杨战风听到妈妈的话 吓坏了 赶紧说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这可让我怎么活呀 杨军 呵呵 觉得你妈妈说得难听 那怎么没觉得你们做得难看呢 杨战风 你结婚的时候 我和你妈妈给你买了房 后来你儿子出生 你妈妈要上班 没办法帮忙 可孩子的费用都是我们给的 就算你儿子结婚 我们劳两口也给了十万 怎么 你们还觉得不够 不觉得太贪心了吗 杨战风 爸 妈 你们别生气 周周也是因为担心 瑞瑞真的打掉孩子 太心急了 你们放心 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 周周站起来 大声打断他 说 杨战风 我们想办法 你说得好听 我们能想什么办法 还不是你没用 一个月才挣八千多 够干什么的 现在 你爸妈明明有钱 还不想着帮你一把 哼 他们肯定想 把钱给你的妹妹 他们也看不起你 谁让你没用呢 赵兰生气了 说 周周 你也五十岁了 怎么还这么不知好歹 你天天骂 杨战风没用 那你自己呢 你做了什么 嗯 是 刚开始 你要照顾孩子 可孩子上学后呢 你天天躺在家里 怎么没想着 找个工作 就算现在去超市 打个工 也能挣钱吧 哼 天天就会算计 自己不想干活 你除了伸手 向别人要钱 还会干什么 周周被骂猛了 他确实不想去工作 不想干活 他都这么活到五十岁了 凭什么儿子都结婚了 马上要有孙子 他还要出门挣钱 其实他不敢 他和这个社会脱节太久 他根本不敢去外面找个活干 他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和他一样 和他现在一起的 也都是没有工作过的 他一直想着反正儿牺牲了 他就去帮他们带孩子 那时候谁也不能说他 觉得他没收入 可现在被老赵喊破这事 他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觉得特别难堪 他大声说 妈 反正我把话撂这儿 如果你们不同意给一挥五千 不把二十万给我们 等你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也别指望我们 说到这儿 他突然有了底气 是啊 他还年轻 可他们已经老了 如果他们不听他的 那就别怪他无情 现在可是他们害怕的时候呢 杨战锋瞪着他 说 周周 你闭嘴 你是不是疯了 周周斜眼冷笑着看他 说 杨战锋 你最好不要和我吼 我可告诉你 我给儿子说了 这么多年 都是我一个人辛苦帮他 是我一心为他 如果你对我不好 我就和你离婚 跟着儿子过 杨战锋惊呆了 他确实和儿子关系一般 从儿子小时候 他就觉得儿子对他不亲近 有时候还莫名有些敌意 他从来没想过会是老婆的缘故 他震惊地喊 袁周 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怎么能这么做 你到底是为什么 周周 呵呵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儿子是我生的 肯定要和我最亲 如果他和你比较亲近 怎么能听我的 赵兰也被惊着了 他也实在想不通 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 他故意让他们父子不亲 他还配当个妈妈吗 他还是个人吗 杨战锋眼睛红了 他这一辈子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可是有工作 有孩子 晚上回家 能吃到一口热饭 还有爸妈 他一直觉得挺好的 儿子和他不亲 他一直在努力 小时候给儿子买玩具 带他吃大餐 送他上学 可是他也不懂 本来和儿子相处好好的 第二天儿子就恶狠狠地看着他 他很无奈 可是不管怎么问儿子 他执拗地不说话 慢慢地 他们这种关系 两人都习惯了 他一直以为是儿子 比较叛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是妻子故意的 他真是后悔啊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竟然和一个这么邪恶的女人 生活了一辈子 他对她不好吗 儿子上小学后 他托人给她找了工作 很轻松 可他哭着不愿去 他尊重他 从那以后再也没想过 让他出去工作 为了省钱 他不抽烟 不参加聚会 每天的午饭 都是从家里带的 他省下自己 能省的每一分钱 就想着能让老婆和孩子宽松点 可是他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什么 儿子和他不亲 老婆一直挑拨 他和儿子的关系 呵呵 他这一辈子 可真是失败啊 杨战锋看着爸妈愤怒的样子 看着圆州得意洋洋的嘴脸 他真是气急了 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他冷冷地说 好 好 既然你想让儿子和你亲 我成全你 我们明天就离婚 你想怎么和儿子亲 都随你 他又笑了 幸亏房子是爸妈给他买的 因为位置好 这些年虽然有些旧 可一直也没换过 他冷笑着说 圆州 明天我们就离婚 你从我家滚出去 周周有点慌了 是的 从儿子小时候 每次战锋和儿子亲近时 他就特别不舒服 他害怕儿子不和他亲 害怕他什么都没有 杨战锋给儿子买双球鞋 他就告诉儿子 一辉啊 喜欢这双新鞋吧 可是牌子的呢 你一定要记住 这是妈妈给你争取来的 为了这双鞋 妈妈都被你爸爸骂了很久 不管杨战锋怎么做 他每次这么引导 慢慢他发现 儿子已经听进去了 不管杨战锋怎么做 在儿子的心里 这都是妈妈 努力争取的结果 他真的特别开心 他觉得只要儿子向着他 就算他不挣钱 杨战锋也不敢给他脸色看 他觉得自己 真是太聪明了 如今儿子结婚 儿媳怀孕 他都五十岁了 杨战锋 这辈子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他觉得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敢和他离婚 这时听到杨战锋的怒吼 他有点怕 可他更不能让他得逞 他竟然还敢打他 周周喊 哼 杨战锋 你就是个最没用的男人 现在还能耐了 还敢打老婆 好 好 我现在就报警 告你家暴 让你净身出户 他又看了一眼 赵兰他们牢两口 说 爸 妈 你们最好同意我说的 不然我报警让他坐牢 让你们后悔一辈子 赵兰突然很心疼 沾风和一辉 本来好好的一个家 就因为这个女人的私心 搞得父子不亲 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人 怎么这么自私呢 他站起来 狠狠抬手给了周周一巴掌 这一巴掌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自己差点摔倒 老杨赶紧伸手拉着他 说 哎 都这岁数了 你怎么还这么大的气性啊 赵兰用手拍着胸口 哭着说 老杨 老杨 我难受 我真的难受啊 怎么会有这种女人 她怎么能这么坏 我真替儿子不值啊 周周没想到 他竟然又被打了 今晚这是怎么了 他现在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自从他和杨战锋结婚 公公婆婆 一般都不干涉他们的生活 在家里都是他做主 怎么他都老了 却成了这样呢 杨战锋一把拉住周周 对赵兰他们说 爸 妈 我们先回去了 没事的 你们别担心 赵兰 战锋啊 我知道你难过 可你回去 千万别干傻事啊 我这么个女人 可不值得呀 她笑着说 嗯 我知道 我不会的 为这个女人不划算 我只想和她尽快离婚 儿子他们拉扯着 哭着走了 赵兰却很担心 战锋 虽然提气很好 可是也很固执 她就怕她想不通啊 老杨给她倒了一杯水 说 别担心了 儿子都五十岁了 她不会冲动的 你呀 就别跟着操心了 赵兰 嗯 明天晚上 你做点好吃的 让儿子回家吃饭 你再劝劝她 老杨答应了 她让老赵吃了安神的药 然后睡觉 而杨战锋拉着周周回家后 她已经不生气了 冷冷地说 明天去离婚吧 除了房子和车子 家里的钱都在你手里 有多少都归你 周周看着她 说 杨战锋 就为这么点事 你真的要和我离婚 儿子都结婚了 你就不怕儿媳笑话 杨战锋 呵呵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我和儿子也不怎么亲 现在 我一定要和你离婚 他只会更恨我 这不是更合你的意 周周笑着说 哼 你知道就好 如果你和我离婚 别想儿子 以后会管你 老杨啊 你现在对我好点 劝你爸妈答应我提的条件 我还能在儿子面前 替你说说好话 不然你以后就等着 去养老院吧 到时候都没人去看你 哈哈哈哈 杨战锋 不用 我爸妈也不会答应的 我成全你们 你就和你儿子 好好去过好日子吧 周周 哼 杨战锋 我告诉你 虽然我很想看你老了后的落魄样 可是我就是不离婚 我都这岁数了 我伺候了你一辈子 每天给你做饭 洗衣服做家务 现在我老了 你就想贴开我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想都不要想 杨战锋说 袁周 如果你同意离婚 给儿子买房子 借的二十万算我的 我会尽力还钱 不然那二十万 就让你儿子去还吧 我不管了 反正也是你借的 你娘家人也只会找你 周周 杨战锋 你太无耻了吧 别忘了 一挥也是你儿子 那钱也是给儿子首付借的 杨战锋 嗯 我知道啊 可在他心里 都不把我当他爸爸 我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呢 说完他笑了 说 我成全你 让儿子完全属于你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袁周 我可以告诉你 我宁可死 也不会再和你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 为了能和你离婚 我不知道 自己有什么事 做不出来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完 他回到卧室 把他的东西都扔了出来 然后进屋锁上门睡觉 他已经想通了 他只想和他离婚 他让他看见 都觉得无比恶心 周周诧异地看着杨战锋 看着他脸上那个笑 害怕了 他知道他脾气好 一些小事 就算他在闹 也不会和他较真 可这次看来 他真的生气了 他说什么都做得出来 他竟然真的害怕了 他爬起来跑到小卧室 他已经决定了 明天就和他离婚 然后去儿子家和他们一起住 他到时候帮着照顾孙子 瑞瑞就可以去上班 哼 他一定要让儿子 再也不管他 让他后悔去吧 等他老了 就知道没有儿子管 会有多凄惨 周周摸出一张卡 这是他的 里面还有差不多十万 这是这些年他一点一点存的 杨战风根本就不知道 他黑黑地笑了起来 早上起来 周周反而怕杨战风反悔 拉着他去离婚 然后收拾行李搬去了儿子家 杨战风看他走了 换了门锁 又去上班了 他这个岁数了 却发现自己要好好挣钱了 晚上 老杨坐了一桌子好菜 叫儿子 女儿来家里吃饭 饭桌上 战风笑着说 爸 妈 我已经离婚了 没事 他也搬走了 赵兰叹了一口气 说 那你有什么打算 按他的性格 你不给他好处 他肯定不会答应的 战风苦笑了一下 说 这些年 他应该存了些钱吧 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房子和车子归我了 家里为一挥买房 有二十万借款 划到我这了 他又笑了笑 说 妈 你别担心 也许老天 也看我太可怜了吧 我上个月升职了 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有一万三千 还钱很快的 战营 哥 要不我们凑凑 你先把站还了吧 我们单位经常要维修水电 每次找的人技术都不行 我推荐一下你 那个挣钱可不少呢 战风笑了 说 那好啊 你们政府单位 这种活挣钱最容易 战营 哥 那也给你技术好啊 你一个大国企的机动部部长 干点这些活还是大才小用了 不过 哥 我只能推荐 最后行不行我可不担保啊 战风 哈哈 肯定没问题的 谁不给你这个处长一点面子呢 赵兰 你们两个够了呀 就别互相吹捧了 不过战风 盈盈说得对 我们凑凑先把借的钱还了吧 战风 妈 不用 我慢慢还就行了 不然我怕到时候 议会他们又找事 现在我要还账 他们不敢来 赵兰叹了一口气 说 哎 好好的一个家 就被那个女人给毁了 可是战风 你老了 可怎么办啊 战风 妈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边走边看吧 战营 哥 我觉得妈说得对 遇到合适的 你还是赶紧再找一个 最好能找个四十上下的 还愿意生孩子 赵兰和老杨也点了点头 战风吃了一口肉 说 嗯 边走边看吧 遇到合适的 我就结婚 儿子和女儿走了 赵兰对老杨说 老杨啊 我们可不能偷懒 也不能贪吃 一定要好好保养身体 不给孩子们添乱 战风已经很难了 老杨 嗯 都听你的 你也别动不动生气了 要保持好心态 这样身体才能好 赵兰说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们都要好好的 写在最后 赵兰是幸福的 她有孝顺的儿女 还有对她好的老公 更有一个好身体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 这就是最幸福的事 赵兰想 世界上从来没有信手拈来的幸福 更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 而我们每一个人能做的 就是把自己能做好的每件事都做好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 有一个好身体 身体 心思简单点 开心点 别说以前 别想也许 别谈如果 恢够 求还是 爱